好了,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的蒸蛋 油蒸蛋?不是吧 是的,蒸蛋也有很多花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什麼的蒸蛋 就是花甲蒸蛋 大家看到我已經煲了水,滾水 這個滾水,我放了兩片薑片 本身有油 然後我們就放一根鹽 因為我的油,所以它就起泡 正常 放完一根鹽之後 我現在有油就不用放油 如果大家平時沒有油的話 就放些油下去 放幾滴油下去,就可以了 現在這個時候,大家看到我 就是這個花甲 就放在一個盆水裡 不是啊,剛剛我才懂水 這樣就是沖一沖它 然後就好像當面筋那樣 毛筋那樣刮它 刮乾淨它表面 刮乾走它的污漬就可以了 正常來說,一般的花甲 吐沙都吐得七七八八 只要大家沖乾淨它 這樣就沒事的 記得一洗乾先要用水沖 不是用浸 OK 好了,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先放了那些花甲 放了那些花甲 就灼熟它 然後我們現在呢 同一時間就開始 這個是 這個是 發蛋,好嗎 大家記不記得 發蛋如何發蛋 那麽呢 基本上呢 就是要是 加水 加1比1的水 那麽但是 也都有人呢 加1比1.5 1比1 即是一份半水 就是一份蛋 那麽 釋除專片 因為有人覺得呢 就說 你加一份半水 就會是滑一些 那麽這個是事實來的 不過我本人呢 幾十年都是習慣 是1比1水 那麽為什麽是1比1水呢 那麽這個就純粹是 自己的口感的問題 那麽首先呢 我們發蛋的時候呢 就下一隻碗 大家還記不記得 為什麽要下碗 因為呢 我們是要 涼水 那麽就可以知道呢 我應該要加一份水 還是一份半水 OK 那麽四隻蛋 那麽四隻蛋呢 就 然後呢 抹著它 到底有幾多 啊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 拿這個 凍的滾水 那麽 那麽 加回水 大概1比1水 那麽 那麽這個呢 就很簡單的 就永遠都不會有錯的了 那麽 那麽這個時候 那麽呢 那麽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可以拿回水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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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呢 那麽 就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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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麽 現在我倒起一半水 跟著之後 我們就將這個 好 倒少許的花甲水下去 拿東西隔起 隔起沙也好 隔起織也好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 可以令到那隻蛋更加鮮味 不過 如果 我這裡就這樣做 但如果大家在家裡有時間 所以就等它放涼後 全部用花甲水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要有一個放涼的時間 OK 好了 接著我現在就發蛋了 蛋呢 我們就要 加大概一匙鹽 然後 然後 就少少的胡椒碎或者胡椒粉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chip蛋 所以一樣 我就輕輕加少少的雞粉 就可以增強它的食味 如果大家用貴蛋 譬如日本蛋那些 就不需要加雞粉 直接加鹽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要加少少油 好 你想蛋滑一點的話 就一定會需要加油 這樣東西不需要爭拗 如果你肚染吃油的話 那你不加 我都沒有辦法 對不對 就像別人一樣 加1.5水 就不是加一份水 OK 行不行 好 接著就 把所有東西 發勻 然後我們就把所有東西都放在一起 然後就把所有東西都放在一起 就把所有東西都放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再加水 開始 如果大家 是不像我一樣 一邊加一邊做 這樣的順利 這樣的技巧的話 大家就可以 可能把所有東西放在一起 之後再加少一點水 再加少一點水 再再放在一起 直至到加了所有水 為止 这些不是红心蛋,所以蛋的颜色就差一点点 可能有观众说,红心蛋不健康的 它加了化学剂,它不是那么红,其实不是的 日本人呢,其实呢,他早就已经公开了条方的了 怎样可以令到鸡蛋红一点,喂鸡呢,吃红萝卜 只要里面有红萝卜素的话,那些鸡蛋就很自然就红一点了 比较贵的那些什么巧啊,什么丹啊,那些什么羊啊,那些 通常都是用这些名字来用的 他们是用那些鸡,为什么那些鸡蛋会那么红呢 不是加了化学元素,而是他喂那些鸡就吃红萝卜 所以那些蛋就红一点的 好了,那很多泡啊,是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不要理它先 接着将这个花甲就放上去 哇,那么多蜆呢 那当然是拆了蜆肉 那些薑片不要 哎,调转了 那为什么用花甲去蒸呢 大家都知道了,大家为什么喜欢吃花甲呢 因为它肥味嘛,和它鲜味嘛 那其实呢,花甲是可以适合拿来做做蛋的 那我以前呢,在阿嬷,即是我阿嬷那里住啊 即是暑假啊,那时候呢 那时候就不是用花甲的,是用什么呢 用什么呢,随便呢,就 那些蜆仔,拆些肉出来,就拿来蒸蛋 哇,东西都好吃到不得了啊 又够营养啊 那现在,就是我们社会有钱了 那可以买到的食台也都多样化啊 那所以呢,现在这人就只记得有花甲蒸蛋 就不记得原来我们古早味啊 阿嬷那个年代呢,就是用蜆肉就这样蒸的 那时候的蜆肉当然是小小粒啦 但也有它的锋利的 那我就拆了这穴 那呢,就只剩下了几只呢 那呢,就剩下了几只呢 那就拿来做这个,做一下样子啊 那就是因为我进了厨房 我的手呢,就洗过很多次 所以我就不戴手套了 直接呢,就拿手拆就算了 那大家不要介意啊 就是,常常说,喂,Leo,你整天都是这样啊 又不剪片 你在这儿浪费我时间 喂,大哥 你有权选择的嘛 你可以skip了它嘛 但是真的,我有些观众会喜欢看的嘛 那就没理由因为你的喜好 而剥夺别人的权利的 是不是 那你不喜欢看,你就skip了它 是不是 多么简单 skip是你的选择 但如果我,我就你呢 我剪短了一条片 人家想看完全套就看不到了 好了,那 将这个蜆 这个 我们呢,就拿回少少少的 蜆殼 就把蜆殼 围起它 等待我们呢 在那个 就是 賣相上面呢 就有交代 喂,我真的用蜆的,大哥 好 拿一点点蜆,顶住它 那它就可以 顶高了呢 那就不会滲下来 那先放好那个样子 那等待呢 我们蒸好这些蛋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埋相在了 好了,OK 那这样子 那就砌好了 然后我们就下蛋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如果那些蛋,要那些蛋 是不会出核蛋的 要怎么做呢 啊 记不记得 有两个方法 要是呢 那一路发一路放 等那些蛋白 即是那些蛋漿就均匀 哎呀 那这蛋浸 这些蛋漿都均匀了 这样就弄回 那些蛋漿就均匀了 那也是没办法 我唯有用另外一招了 大家知不知道怎么做 我拿起来 我拿起来 不好意思啊 阻挡大家的时间 好 好了 那我先留问过 大家怎样 啊 去 令到它不要变成核弹了 哈哈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的方法 拿一支火枪 那其实呢 阿麻那个年代呢 那大家看着 我做个close up 给大家看一下 啊 那阿麻那个年代呢 就是拿匙羹筆的 啊 拿东西撇的 但是呢 其实呢 就可以有个方法 咦 咦 神奇啊 我的火轻轻地 在它表面 碰一碰它 那些蛋呢 那些泡就不见了 只要呢 能够撇掉它的泡呢 那这个蛋呢 就不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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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变成爆炸蛋的了 核子蛋的了 OK 行不行 那等下呢 我开始蒸的时候 我再开机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儿我留起了些蜆殼 那到底有什么用呢 待会大家看看我怎么做了 待会见 好了 大家 那这样呢 就水滚了 那一般的蒸蛋程序 不过呢 这个蜆肉蒸蛋就有少少 就是有少少的特别 就不是一次过呢 就整好了 OK 那是什么呢 那我们呢 现在放下去了 大家看看表面没有泡的 我用火弹过之后 跟着之后呢 就 蓋锅盖 就给一只筷子的空间 顶住它 好 跟着之后呢 本来呢 这种这样的蒸蛋呢 因为有料呢 我上次都跟大家说过 就要蒸9分钟左右 对不对 那但是呢 这一次呢 我就要是蒸这个5分钟 为什麽呢 因为呢 等下我要放那些蜆殼来装饰 那如果大家在家吃不需要卖上的话呢 就直接加热9分钟就可以了 可以吗 滚水 大火 蒸 隔水蒸 就是9分钟了 那现在呢 我要放蜆殼 中间要放蜆殼来 所以呢 我就隔少少的 就是先蒸它5分钟 先让它表面呢 即是外层呢 就融结了 那我好放蜆殼啊 跟着然后我再蒸另外一个时间 OK 好 待会见啦 好了 那5分钟过去了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那些蛋呢 基本上 是个心不熟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将蜆殼 放上去 就装饰一下 那现在呢 就可以树起了 那我就 临时变焦 OK 所以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很多东西呢 就是不要说 一本通书看到路 我们要懂得临时变焦 好啊 那我们就拆回些 啊 拆回些蜆下去 那有卖箱 啊 就是证明我真是用新鲜蜆肉 就是做生意就这样做啦 好啊 那大家看到呢 现在的蛋呢 其实很滑的 好滑的 哎 不要浪费啊 还有点蛋 放进去 OK 跟着继续 又是拿着筷子 放起它 好 跟着之后呢 我们大概呢 给它 四分钟 OK 那四分钟之后 看下效果如何 OK 好吗 等下见啦 好了 大家 那 四分钟又响了 我前后 总共九分钟啊 那我看一下 结果如何先 咦 行了 啊 大家 我给个close up 给大家看一下 我没下车之前 那我先关火 那 那 就是 有观众呢 在那拗 就是说 我这个方法呢 都不够最好 啊 那 有 他说了的方法 最好 那就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 那个 效果是如何 啊 大家看到 是不是很滑啊 表面 OK 跟着之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用来 撒一点 葱花上面 因为我喜欢吃葱 所以我 要放到周围 都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不看 瞪油瞪油瞪油的 OK 是一比一水的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加少少熟油上去 啊 跟着之后呢 就随着自己喜爱了 加少少生抽上去 哇 那一个 啊 好精彩的 好好味的 好鲜味的 这个是 啊 花甲蒸蛋 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 就 我现在呢 就做一个总结 哈 那里有几样东西要注意的 那 第一啦 发蛋那里 记住啊 那就是一比一水 OK 那有人会是落1.5水的 那这个不要紧要的 大家滑的程度啊 去到哪里 那因为我觉得呢 就去到1比1.5水的话呢 就太过滑太少蛋了 即是蛋的比例太少了 OK 那所以呢 我觉得呢 就不符合我的 吃法和想法啦 口味啦 那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大家要知道的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们怎样去 压除这个气泡 那传统上 阿嬷那时候呢 就一定是 即是她要撇走那些泡的 那用匙羹撇啦 那这个是传统的做法啦 那但是 自从就是 社会越来越发达啦 那我们学了其他 就是国家的菜系啊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多数呢 即是职业厨房来计呢 就多数会学这个 这个是日本人餐厅 那样的做法啦 就是他们蒸那些茶碗蛋啊 那呢 就是拿个火箱 就这样 在表面弹一弹它 就主要呢 就是 烧走它的气泡 而那些气泡呢 通常就是 这个核子爆炸蛋的 最重要原因 而另一个会出核子爆炸蛋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过熟 那大家都见到 如果是普通蒸蛋的话 就7分钟啦 那我加了一些蜆 或者上次加粉丝蝦米 就9分钟啦 是不是 那如果是 肉水蒸蛋 又另一个 另一个做法啦 那但是 就是中间呢 你可以有一分钟左右的酒蛋 就是说你过熟一分钟呢 都不介意的 但是如果你过熟得太厉害的话呢 那些蛋都会胀起的 行不行 所以呢 为免它不要胀起的话 尽量大家要掌握那个时间 就要很准确啦 那如果是就这样蒸 普通的齋蛋的话呢 就是7分钟就可以了 跟着 然后呢 就是 蒸这个 加了熟的蜆肉 或者粉丝蝦米那些 就9分钟啦 那如果是 肉碎蒸蛋 因为 如果你不先煮熟的肉碎的话呢 你要蒸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 成20分钟都不熟的 OK 所以呢 你就要预先要煮熟的肉碎啦 跟着一样都是蒸熟的肉碎之下 一样蒸9分钟啦 OK 行不行 好了 你可以参考那些影片的 因为我几款的蒸蛋 还是四五款的蒸蛋 OK 好了 现在呢 就在那咬一样东西啦 那到底是要盖盖 这个是蒸啊 这个是蒸啊 或者是 螢幕 这个是石子蒸啊 会是漂亮点啊 还是是我们传统家厨的技艺啊 会漂亮点呢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 其实两种技艺 它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呢 就是 无论是 就是你顶起锅盖 一只筷子位啊 还是是你盖石子上面 或者盖盖 盖盖上面去蒸 那呢 其实这个目的都是相同的 都是要令到它整碟蛋呢 那个 就是由蛋边和蛋芯呢 那个温度呢 是尽量拉近那个温差 而是可以令到整碟蛋呢 就很均匀的 OK 行不行 记住啊 这件事 好了 问题就是 上次有个观众就咬一样东西 除了咬蛋水的比例啦 跟着又咬这个是要盖不盖盖的问题啦 但是 它讲了一个关键的 一个分野 是什么呢 它说要慢火蒸 跟着然后蒸 蒸到这样再焗它20分钟 这样的蛋才是最漂亮的 喂大哥 我蒸碟蛋20分钟哦 我现在蒸碟蛋这个是9分钟的 蒸齋蛋的话 我7分钟就搞定了哦 我下班回来还搞那么多呢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其实大家要学习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讲什么呢 讲哪样东西最快手 哪样东西最方便 就是好像大家去看饮食节目 就是煮烹烹烹烹调的节目 烹含的节目 是不是都希望尽快呢 你快点啦 就是你尽快啦 你快点教识我啦 就算我讲得那么清楚 很多观众appreciate 但是都有观众想快点 喂大哥 学的时候你就想快点哦 做的时候你就不想快点哦 是什么道理呢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记住 就是你用哪一个方法不要紧 大家要明白各种方法的优劣 喂 现场环境 啊 我们家家厨的 喂一个钟头我就要有饭吃的啦 是不是 对不对 放工回来就 立刻要煮 最好的半个钟头有饭吃啦 是不是 所以呢 那大家自己决定啦 哪个时间会最适合大家的 最适合现实生活的 就是用哪个方法咯 那如果你说 喂 平时家里 你放假才煮饭的 你喜欢精益求精的 OK fine 没问题 不过呢 麻烦你也顾一下 我们这些相职家庭的现实 个个七点钟才回到家 喂 煮完个饭 分分钟八九点才吃饭的 那我不用洗澡 不用休息 是不是 吃完饭直接睡了 不是吧 OK 好吗 其实 用哪一种方法 都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大家 是有什么 因地制宜 顾一下现实 才行 大家说是不是 这个就很简单 记住 我们是要先弄熟了些蜆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生蜆 放下去 虽然它会熟 但是弄出来就没那么漂亮 还有呢 我这一次呢 我为了要顾及卖相 我还是要分开两段时间蒸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那些蛋漿呢 是托不起那些 就是托不起那些 那些蜆壳的 那我为了要卖相 所以我就要分两段蒸 蒸了一半先五分钟 然后呢 我插了这些蜆壳 现在不是挺拼 是不是 但是先头刚刚开签 是不是拿手不成勢 这个呢 就是我 本人的自信心了 爆棚了 如果给就帝国先头的 剪掉它 但是我现在照给大家看 一剔过 为什么呢 其实 失败都是一种学习的教材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呢 很多时候 大家会看到 有些影片里面 我是拿手不成勢的 是啊 那又怎样呢 so what 我就是要给大家看 看看我错在哪 大家以后不用错 其实有时候 你要inspire 即是你要激发 引诱你的创意的话 其实有时候 你看别人的做错事 你自己都会有想法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我绝对不怕 就是展示错误 错就错了 有什么问题 no big deal 大家说是不是 OK 我自己 在别人面前做错事 这个是我自信心 还有呢 我是很有自信 就是我在别人面前 做事做错事的压力之下 我可以做对它 而大家要看到的 就是 怎样我由做错 那一刻开始 怎样攀回整件事 这些都是人生经验 大家说是不是 这些都是教学 大家说是不是 OK 我又不说这么多了 这个就很简单 希望大家喜欢 不要只是 只用三色蛋 只用蒸水蛋 有肉水蒸蛋 有这个是 粉丝虾米蒸蛋 现在这个 别开生面 用海鲜去蒸蛋 一样可以的 OK 好吗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 还有好多事情做 拜拜